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Kwon 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欢迎今年的主席Winney跟博娟来为我们做一下总结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today Let's welcome this year's chairWinney and博娟 to give us a summary 大家好 我是主席博骏 不过在 summary之前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大家都期待很久的 就是我们大地游戏的纵想名单 好 那我们先来公布 首先第六讲到第十讲 那请Luke跟Dragon Bro跟Charlie小麦 Jenny请到讲台的左手边 有在现场吗 好 那看起来好像还缺一个如果待会没有出现的话 我们会再抽备选先选 那接下来就是公布第五讲到第三讲 那第五讲是输输 然后四讲是Mezer 然后三讲是Tron one有在现场吗 有 太好了可以先到左侧来领奖 那再来是一二讲的部分 那有火山以及Train 咱们在现场吗 在现场可以帮我举个手 我们看一下 有吗 然后可以到左手边来就是来领奖这样 好 那接下来公布大奖咯 好 大奖第一个奖是所有的纪念品 那我们有请winner是Train 好 重复中奖 恭喜恭喜 对 大家当然如果注意到的话 我们每个名字下面都会有一个Token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 OPAS上面的报名名单的Token是不是一样的 并没有昵称一样的情况 如果你是IOS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点我的票券 下面就可以直接显示出你的Token出来了 但如果你是Android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你要请你隔壁的朋友帮你扫一下 他会跳出你的Token 不过看起来我们好像还没遇到名字一样的情况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进去 好 最后一大奖是 Jagon Bro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个名字 就是又重奖一次 好 那我们请Chin跟Jagon Bro可以上台吗 我们直接就是颁奖的部分 Chin跟Jagon Bro在吗 那是拍到全套的 好 然后特别 我就是最大奖 最大奖 最大奖 我们好拍个照 好 谢谢 恭喜Gagon Bro 好 谢谢 恭喜Gagon Bro Gagon Bro 好 谢谢 Chin 在哪边 Chin没有来 Chin有来吗 嗨 不然我们就现场倒数哦 Chin 有在这边吗 3 3 2 1 那我们要重抽了哟 哦 Chin刚刚好像是中两个嘛 那我们两个都要重抽了 好 我现在得到下一个名单了 新的得主是Ghost Cat 然后它的墨山码是FC1 Ghost Cat在现场吗 G-O-E-S-T C-A-T C-A-T 有吗 有吗 Ghost Cat 看下一个 3 2 1 好 那我们来下一个咯 好 好 这一位我确定他在好 下一位得奖 就是我们大地游戏得主是 昆贤 请昆贤上台 这个是否则 对对对 好 好 我们为他掌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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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所有的得獎 好那Chin的話應該還有另外一個獎項 這個我們事後再另外宣布 好那我們先繼續 好那再來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麻煩大家幫我們填寫一下會後問卷 這對我們改進明年的活動非常的有幫助也很需要 那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就是每個人的Batch的右下角都會是一個大會問卷的QR Code 其實你隨時都可以填寫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Recap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到底完成哪些事情呢 那首先我們成功舉辦兩場Keynote 27場Talk 一場Tutorial以及一個Panel Discussion 雖然過程中遇到了蠻多的困難的 但我們終於是把它成功達成 那可能很多的講者反映說 很多投稿者反映說為什麼我們今年的稿件沒有上 那這邊可能得說真抱歉 因為我們今年的接受率真的是歷年來最低只有31% 所以其實真的很多以前都上過的人今天沒有上 其實應該更低因為後來又少了一些人 然後我們今年的會中有550位 超過20個贊助商包含特殊贊助 以及我們有100位以上的志工才能夠辦起這麼大規模的一個Conference 那我們售票的話 我們這份表冠是我們的售票的時間圖 那可以看到我們購票人數從7月開始逐漸往上升 那其實基本上到6月底我們還擔心說應該是會賠錢吧 然後一直到8月中才勉強發現應該是今年可以過這一關 那我們今天總共的次數應該是564位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一些資料分析 那資料的話我們今年的男生的話我們只有411位 女性的話我們有110位的大會會眾 那還有ARIS以及沒有資料的35位 那年齡分佈的話我們是以26歲到35位為最主要的會眾為人選 其實在36到45也不少 那再來說的話其實18、25、23到35 某種學生族群的話其實也是有的 那Python經驗的話我們以1到5年的Python經驗開發者為最多 那接下來的話是6到10年 那這樣的話人數也不少大概100多位 所以說如果贊助商有想要開一些職缺的話 可以針對這樣的經驗層進行對應 那我們今年到底有多少人是第一次來PyCon的呢 那其實今年我們有超過200位是我們今年PyCon的新鞋 那這跟往年的比例蠻多的 我們每年都會有一些新的人進來 那希望我們在PyCon都有得到自己的收穫 那Kino Kino的話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Pablo的話他對我們分享了Python程式語言的演化 以及在過程中會碰到一些挑戰 而蔡英龍則分享了他的Python程式語言經驗 以及他在訓練模型的一些想法 DraftFair 我們今天有三個贊助商來進行我們的DraftFair 我們邀請到國泰、NextGo以及Hang 好上次念錯了 來分享他們公司的背景文化 以及他們一些職缺的相關細節 那如果後續對這些公司有更多的內容的話 那我們的官網上面的職缺表都還在 也可以直接上去觀察 那再來是LatinTalks 這兩天我們收到了總共12種內容 各種各樣的Talks 甚至還有人在台上唱歌 這是蠻特別的一個體驗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明年也歡迎再來加入這個活動 PyNine 那我不確定大家有沒有參與到 不過昨天晚上PyNine人數其實蠻多的 整個交易廳的位置都快要不夠了 我們在現場有食物、披薩、酒水 還有人做音樂表演 甚至是帶動大家去做跳舞 那Pizza的話我們基本上全部吃完了 不過餅乾還剩下很多 大家可以盡量幫我們做一個消耗 那也辛苦大家能夠參與這種活動 因為昨天晚上的風雨其實也不小 那OpenSpace 那OpenSpace的話 其實我們這兩天大概有超過 八個各種各樣的主題 那內容的話有些是從社群上面進行分享的 那也有一些是相關的專案 像是Python文件反中翻譯計畫 這我就記得他有來參與我們今年的PyConSprint 那如果我們對這些計畫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在我們Discord上可以連續後面的一些主辦者 他們會將你們這些計畫去做一個延續 那再來Panel Discussion 那Panel Discussion其實是我們今年算是PyCon 成功第一次辦的像這樣的一個論壇活動 對我們大家都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也是一個也算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像我們原本有三位講者後來其實意外蠻多的 那不過我們還是成功邀請到 官界以及業界的兩種不同領域的講者 來對我們分享他們對深層式AI的一些看法 那相信剛剛在熱烈的討論中 大家都有得到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除了我們PyCon兩天的活動之外 其實我們在從今年1月1日到7月以來 我們還辦了各種各樣的活動 那這份的話我們邀請另外一位主席Winni來進行分享 嗨 大家好 我是Winni 大家參加完這兩天的活動爽嗎 再打算一點 好 看起來是不爽 沒關係 OK 好 那我這邊跟大家一樣再回顧一些我們之前的活動 那首先呢是我們的暖身 就其實在拍康之前我們過去幾個月就有舉辦一些活動了 首先是7月1號的時候我們就有舉辦台南拍 我們邀請到劉裕為講者跟Kenji Park 都是我們今年大會的講者 就到台南做分享 那在7月23號我們有到SeaCon那邊去做擺攤 然後在7月29到7月30 我們在Cost Cup有辦一整天的一城櫃 然後就是也有做擺攤大地遊戲這樣 然後在8月15號呢我們有舉辦Springs 然後那天應該有將近六七十位的人一起參與 然後這邊是一些就是各組的照片 包含Milo 李維 嚴吉鴻老師 以及TwoMore都來參與我們的專案這樣子 然後首先這邊要借助大家雙手 我就感謝我們的贊助商們 等一下就請大家一直拍手就好了 好 然後第一個首先感謝我們白晶棘的贊助商 國泰金控 第二個是接下來是晶棘贊助商Nesco 再來是我們的HANG也是我們的晶棘贊助商 然後再來是可麗可 然後再來是銀劑贊助商我們的泰坦科技 然後再來是銀劑贊助商玉山銀行 銀劑贊助商 Gold Freight 然後以及剩下的Berry AI 永豐金證券以及Ruven Learner 那我們的同級贊助商有 中國信託 Mika 以及藍圖行銷 那最後是我們的特殊贊助 包含Golf 海鵝 PSF HagMD 天龍數據 J Bryant StickHagger 百變怪貼紙 然後以及有聲設計 那就是最後感謝我們VVIP的名單們 就是感謝你們願意花這麼多錢來支持本年會 好 最後是我們的社群 一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們在其實就是全台灣 就是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載體社群 包含台北拍台中拍新竹拍等等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把台灣Python這些能量 就是轉掉各個社群 如果之後大家有想要舉辦活動 或是有想要進階跟各個社群聯絡 其實也都可以透過我們跟他們聯絡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總之到個人的抱怨時間 就是在這一年我們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那我這邊統計了一些數據 就是這邊有幾個 第一個是我們的 我們這邊的籌備的那個 那個叫做 溝通平台是用Discord 然後我們Discord server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channel 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們總共有幾個channel 頻道數 然後頻道數呢 這邊我只有算就是關於籌備的 不包含籌備的我可能已經破白了 我已經不知道是幾個了 大家有想要喊喊架的嗎 就是大概有幾個頻道數 關於對於我們的Discord server這個 100 有嚇到 沒有沒有多沒多 好 那這邊公佈 我們總共有60個是關於籌備的 可能還有應該有 可能還有50個是不關籌備 關於喝酒的之類的 不太確定 然後呢我們這一年呢 開了總共343場 四場回 那我幫大家 大家算過就是平均一個月 就是要開個28場 就是一天開一場的意思 然後最後呢 我跟博俊之間聊了訊息數 有7111則 超級恐怖 sorry 7111則 而且假如應該是我三天前 統計數字 昨天應該又加100則吧 不太確定 然後呢 我們所有Discord頻道的 就是在志工團隊這邊 所有超過 在一年內 我們有三萬七千則以上的訊息 平均一天會有100則 我每五分鐘 可能就被他們騷擾一次這樣子 然後這邊正式跟大家宣布 在今天籌備之後 可能會把Discord直接關掉 請大家不要再吵我了 好 開玩笑 好 我們應該會等到鏡頭會之後才會關 好 然後回顧一下我們這幾年 不 這一年來我們做了許多事情 包括開樂會 然後以及一些pre-spring的活動 然後還有 對 也是我們的樂會情景 就是大家非常可愛 然後還有我們 其實有做一個主席週年紀念影片 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有播放爆炸的影像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有專業的團隊 就一起去做拍Dark的拍攝 就他們在一個38度的大力天下 到各個地方去拍攝 就是非常辛苦他們 然後就是我們 今年是第11週年 感謝各位的參與 然後就在 沒想到就在過這兩個禮拜 就遇到颱風 就是蘇拉 海盔 好像最近有一個新的 我不太確定 就是雙重夾擊 超級可怕 不過真的很感謝老天爺 讓我們還是成功舉辦今年年會 感謝自己 感謝老天爺 謝謝大家 好 然後接下來這個怕也是 就是繼續拍攝就好了 那我們今年的組別超級多 就是 應該一直來都很多 就是我們Chairperson Anywhere 以及PyCast 哦 大家可以拍攝 謝謝 感謝他們 感謝這幾個組別 就是這樣太多人 因為我們超過100多個 我就這樣帶過去好 還有我們的議程組的組員 還有我們的開發組的組員 包含Web Data Infra組 還有Marketing sponsorship 裡面有分sponsorship Planning跟PR組 以及我們所有的場務夥伴 還有註冊夥伴 還有註冊夥伴 以及那個 招募組 還有設計組跟UIUX UIUX 他附的我們所有的官網 以及主視覺設計 超級漂亮的 好 那Finance 以及所有的攝影團隊 也感謝所有的場務 跟輸入 跟攝影志工 在這幾天就是 就是來幫助我們這樣子 好 那這最後是我們的 神高者名單 就是所有的神高委員 就是很辛苦幫我們審了 應該有100分的稿這樣子 好 最後就是感謝所有的資工的付出 恭喜我們終於要去實行公宴了 謝謝 好 那最後還是要小小宣傳一下啦 我們PyCon台灣就是有非常多收入社交媒體 包含Facebook Instagram 跟我們的Twitter 現在已經改名叫X了 然後就是大家如果 就是想要再多參與我們PyCon台灣的活動 歡迎去再多關注 然後最後我們再說宣傳一下 我們Pycast的團隊 就是我們其實在Python 就是在2021年開始吧 就是就有成立了自己 屬於PyCon台灣的Podcast頻道 叫Pycast 然後現在已經出到第三季了吧 對 然後未來我們可能還會注入更多的新利在裡面 就大家請不多關注 好 那這個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請大家幫忙填寫會後問卷 去年會後問卷只有收到10份 超級可怕的 所以請大家現在手機幫我拿起來 先幫我們掃的會後問卷 那如果就是不知道會後問卷 就現在來不及掃的話 就請大家背後面就是有會後問卷的QR Code 就請大家就是幫我做掃描 對 就是好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好不好 好 5 4 3 2 1 好 那最後我們要來做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傳承 我們有拍放台灣2024年的新主席了 那我們現在直接歡迎 育成 瑞 跟GT上台 為我們介紹他們對明年的期待 請上台 不用吧 你們介紹就好 不用吧 你們介紹就好 不用吧 你們介紹就好 不然我們做交界的動作就好 我看你也沒什麼話要講 好 那我們站在中間 好 我先去過一下 拜託大家明天再來參加 好好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話圈真是要 好 來 好 來 好威喔 我要換兩個 為什麼要換兩個 好 我們明年見 我們 那個 投影片幫我 欸 我們招募2024年至空 然後剛剛 也知道我們明年可能會辦在哪裡喔 對 我們溫暖的港都 謝謝大家 欸 台中沒有港吧 台中是港嗎 不是吧 好 謝謝大家參與 好 謝謝大家參與 那我們就今年活動到這邊為止 好 那我們再把麥克風還給主持人 感謝大家 好的 謝謝 2023年的主席溫妮柏俊 也歡迎2024年的主席 玉成 瑞跟GTB 那也歡迎各位 繼續參加明年的PyCon活動 歡迎加入我們的籌備團隊 對 那麼有抽中大地遊戲獎品點 請記得去領取 也謝謝天賢回後問卷 問卷 問卷連結在您的batch後面 我們今天5點半到6點10分 安排接駁車 如果您有要搭乘的嘉賓呢 在宋文院人文社會科學館的門口後車 再次提醒本次 今日接駁車的末班是6點10分 如果需要的貴賓 進行把握時間 沒錯 好 別忘了您的私人物品 我們拍攝到2024再見 拜拜